你只要佛智诚心 在临终的时候 智诚心也不变 你念佛求生洗坊 一定得到阿弥陀佛接人 千万不可怀疑 怀疑即是智悟其和非少 抗离此苦世界 生彼乐世界 是智极快意之时 当生欢喜心 离开苦痛的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最快乐 最令人欢喜的事情 应该自心信乐 千万不可怕死 怕死则刑不能不死 反之了无生世之分 反正人总有一死 你怕死就是要死 不怕死也是要死 为什么要怕死呢 怕死还免不了死 不如怕死也放下 绝对不贪生怕死 愿意走 持走早走都是走 所以我随时放下 如果有怕死 怕死也放下 绝对不贪生 如果有怕死 贪生的念头 就反至于 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无份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句话说 这句话说 你贪生怕死 阿弥陀佛虽然是大慈大悲 他都耐你无学 你不想去 佛绝对不会勉强你去 佛不会强迫人 他只会等待你 觉悟 等到你什么时候想去 你发愿迷 阿弥陀佛就会接恩你 阿弥陀佛万德鸿鸣 如大野鸿鸣 五人多生罪以白 如空中骗说 这就是刚才的比喻 阿弥陀佛的鸿鸣 叫做万德鸿鸣 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收出来的 这个功德 凝聚在这句名号里面 如大野鸣一样 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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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多生罪孽 如空中骗说 业力凡夫说 又念佛孤说 业变消灭 虽然我们业力重 但只要念佛 业力就消除 就化解了 如片雪近于红楼说 即便了不可得 大野光楼 温度这么高 一片小树花 都未禁止它 便已消除了 变成精气 已经消除了 所以我们要坚信佛力不可思 右方业力既消 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性 又可疑其不得生 与佛不来接隐负 所以念一句 阿弥陀佛万得雄明 帮你消业障 业障都能消除了 所有善根自然增长 自然树升 你还有什么怀疑 说你往生不到 为什么还要怀疑阿弥陀佛不是接隐负 如此违缺远转 开道 安慰 病人只可生正信心 所以这个道理 要慢慢地与病人 开解 安慰 开道 使病人生起正信心 正信心生起来 生欢喜 他便可以达到自身信乐 这是往生的观点 此是 为病人所开道者 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至成者 亦为在此 切不可 随信 俗情 求神 敏意 所以人临终的时候 一切要放下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寿命都要放下 对病人开始要这样 我们自己更应该要有正确的观念 这个时候 众人往生 不能随着世俗的世情 所谓求神 敏意 明知救不了他 找医生没用 医生 治病 不治命 如果可以治病 人也不会死 有病可以找医生 但是 生命 到头了 医生没得救 鬼神也救不了 不可以扣神运牧 大命将尽 鬼神医药 岂能令其不死 你看 这个道理要明白 明白之后 一定要放下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的念头 既疫情于此种无益之事 质于念法一事 便分其成狠 而莫又敢通意 如果做一些无益的事 如果做一些无益的事 问鬼神 求医 或者是进行急救 人工呼吸 搞了这些 真正没什么大利益的事 你念阿弥陀佛 助念的话 这是一定的 分心 分心 很难跟阿弥陀佛感应 因为你的自成心 不要出来 所以这个要懂得 好像我妈妈在遗族里面 说得很清楚 到她临终的时候 一见 没办法 就地念佛 不可以动 更不可以送医院 不可以抢救 这个她很有智慧 她懂佛法 所以她对自己的儿子 说话 一定要这样做 许多人于父母临终 不惜之财 请许多医生来看 此名埋效 欲世人 清我于父母 为能尽效 不至其天地鬼神 实价不其心 凡 故凡于父母 丧壮等时 过于将罗者 不有天灾 必有人和 为人子者 亦注重 而注重于 亲之神释得所 比世俗 所清诵 故不值明眼人一晒 以实力不孝之大救亚 大救父 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要我们 去行真正的孝顺 世间很多人 在父母临终的时候 为了显示他孝顺 为了显示他孝顺 不惜用很多钱 请来很多医生 花很多医药费 去抢救 这个是什么呢 做给人看 这个印光大师 说得很不客气 这个叫做埋孝 显示自己是孝之 希望人家说我们是孝顺 但是心 有没有真正为父母前途着想 如果不学佛 就情有可原 学了佛 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可以有这些想法 应该注重于实质 帮助父母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效 所以如果卖效的这个心 天地鬼神都知道 这个因果报应就很惨 所以他说 凡是在父母丧葬这些事情上 过于张扬 这些人 显耀的 往往有天灾人 所以一般世俗人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看不出这个因果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某人很孝顺 你看他的父母走的时候 很隆重 排长搞得很大 但是他为什么 竟然最后 不得善终 这些 用生命其中 道理的人才知道 所以为人子 最注重父母的神色 去哪里 神色是我们俗称灵魂 灵魂在哪里 不是为了人被人看 还要极意地去 显示自己 孝顺 往往就是大不孝 所以这个 是第一点 开始 为临终的人 开道安慰 劝导他们 自心信乐 求生征徒 第二 大家 换班念佛 以作证念者 前已开祷病人 寝生证信 然比病人 心力 禅弱 密度平素 绝不念佛之人 不宜 相计 长念 即向来以念佛为侍者 自此亦全向他人相助 方能得力 最前面讲到 帮助 临终的人 生在正信心 看破放下 求生征徒 但是 一般人 他的心力 到这个时候 很弱 重病的人 临终的时候 念佛 确实是 很难 看得起来 即使是平时 有念佛功夫 这个时候 想正念相计 这个都不容易做到 所以 即使是 念佛的人 都要有人帮助 更何况说 平时没有念佛的人 以故 以故家中眷属 同应法 孝顺慈悲之心 为其助念佛后 因此 因此 家人作念 很重要 真正 孝顺慈悲的子女 家亲眷属 一定为他作念 帮助他往生 若病 尚未至 将中 当分半年 应分三班 每班限定几人 头班出声念 二三班默持 念一点钟 二班接念 头班三班默持 若有小事 当于默持事办 值班时 断断不可走去 二班念不 三班接念 终而伏此 念一点钟 协两点钟 经 证经咒夜 亦不甚深苦 这是引光大师跟我们说出的 作念 具体的做法 看见病人 将要临命中的时候 你知道 他差不多了 好像我外婆 他临终的 那段时间 饭量 一日比一日差 他吃不下 也就是他的身体已经衰弱 很难再接受很多的 补充 那么他 大便更失禁 所以我们天天跟他换床单 换三符 他排的多 入的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不会很长 他往生之前 没有什么大病 基本上都是老 他就真的是 瓜熟体龙 你知道 或者 医生会告诉你 如果他得了重病 这个病还能够救 如果他知道没得再救了 那就要当机立断 帮助他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不可以丹 不可以承执 误了大事 这个 确实是 再补也补不回 所以要分班联合 最好分成三班 每班限定人数 比如说你有九个人 每一班三个人 那头班 出声念 二班三班就没念 只有头班的三个人念 第2、第3班 可以参加念 但是没有出声 为什么 保持你的元气 你念得太长了 气力不足 所以头班念一个钟头 就变成二班接着念 头班就休息 第3班 还在默持 他不出声 你念 如果有小事 就在不出声的时候 来办这个事 直班的时候 就不能走来走去 一定要 坐着在那里 或者是 保持 安静 身体 不要动来动去 以免影响 临终人 第2班念完之后 第3班就接着念 这样周而复耻 这样周而复耻 所以每一班 念一个钟头 休息两个钟头 这样 即使是 午夜念佛 24小时不间断 都不会 很辛苦 往往坐念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 你看到他身体很虚弱 你开始坐念 但是有时可能念上一个月 两个月 他都没走 还是要坚持 你要坚持 要劳逆结合 不可以冲得太猛 冲得太猛 不能够长久 所以印祖的这个方法 非常之好 虽知 肯助人正念往生 亦得人助念之步 所以你帮人 念阿弥陀佛 帮他 求生正土 你将来 亦都有 殊性的缘分 你往生的时候 别人帮你作念 这个因果报应 你不肯和别人作念 你走的时候 也没有人理你 所以这个善缘很重要 《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 应如是 即为平人 亦赔自己福田 长自己善根 实为智利之道 不徒为人 以 所以 为自己父母 当然应该这样去 助念 尽效 不是自己父母 一般人 遇上了 由这个恩怨 都应该去阻念 又是 增长自己善根 你真正作念 你真正作念一次 你对往生俱乐世界的信愿 会大大提升 因为你真正见到 你这种生死的场面 你对自己是智利之道 自己真正得到利益 不只是为人 为人即是为己 利益 利益 即是智利 不肯利益 自己都得不到利益 成就一人往生静土 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 此等功德 何可思矣 你帮助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 他往生之后 就不退成佛 他成佛之后 到多少众生 无量无边 都是因为你帮助他念佛 成就他 所以这个真是叫做功德无量 三班双俗 佛声不断 病人力能念 侧随之小声念 不能念 即涉以 递听 心无意念 自可与佛相应 无意念 所以临终的人 我们要开读他 如果你能够跟我们念 你就 跟着我们 就是小小声地念 不可以用大声 大声 伤气 特别困住来念 很伤气 他可以金刚念 即是嘴唇 嘴唇动 自己听到自己在念 别人听不到 金刚念 如果他 小声念 小声念 这个气力 也没有 那怎样呢 就涉以涉以谛听 就专心听人作练 心里面一个网练都没有 专心 自自然然 就与佛相应 可以感应道教 这个道理 就是心静 就是国土正 念佛声不可太高 高 则伤气 难以持久 亦不可太低 以致病人听不明白 不可太快 亦不可太慢 太快 则病人不能随 直听亦难明了 太慢 则气 折不上 亦难得益 这个是念佛 助念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个念佛声 我们要出声念 助念是帮助人念佛 这个时候一定要出声 如果不出声 自己在默念 那就不叫助念 默念是自己念 不是帮助人念 使病人听到 这个念佛声不能太高 如果你太高音 很容易伤气 病人这个时候 病都很重 气力本来就很虚弱 我们如果用很高声 他急不了 他很容易累 声音太大 也不行 如果我们用很大声来念 我们就很难持久 也不可以太低 太低 像蚊子那样大声 病人 听都听不到 听不明白 一定要使病人 听得清清楚楚 明白吗 这样才行 如果念佛 要用心力 八佛号 灌入 病人的心里面 念佛又不可以太快 又不可以太慢 念得太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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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尚气不接下气 这个很难 太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无不急 不可以太高 不可以太低 不可以太快 不可以太慢 要病人合适 为这个标准 字字分明 句句清楚 念佛 一个字一个字 套得清清楚楚 病人听得明明白白 这个效果最好 令病者 字字句句 入耳惊心 思耳得力 所以病人听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念不出声 他能够听得真 他就能够得力 念佛法器 唯有隐庆 其他一切 概不移用 念佛 只用这一种法器 就是隐庆 为什么 隐庆 声清 听之令人心地清静 隐庆的声 很清的声 所以听之后 他可以提醒 人会清醒 网念 容易放下 不可以用木鱼 这些其他法器 木鱼声 族 声音很细 所以不移用于 临终 幼儿念四字佛后 这个印钢大师劝动我们用阿弥陀佛四字 这个佛后来念 初起时念几句六字 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 不念那无 以自小意念 这个就是说 你念佛 起康的时候 唱康的时候 可以用六字来起 但念几句之后就转成四字 一直用四字来念 或者你不用唱的 直接用清念 其实这样更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念 就不需要念那无 四个字字小就更容易念 这个临终帮助病人 最重要是越简单越好 他容易受持 病人或随之念 或涉心听 皆省心灵 家中眷属如此念 爱情善有 爱情善有 亦如此念 人多人少 君如此念 这就是念佛 大家一起一致的康调 病人他可以自己念 跟着你 他可以 留神来听 这个可以省心力 省心力 他的神就可以 保存得多 他的清醒 就能够 维持长久 大家一起都这样念 不可一起念 怯怯又念 致令病人 佛念间断 这个念佛的时候 不可以说 大家一起念 念半个钟后 大家到休息半个钟后 就把佛号断了 你一断 病人佛号又断 所以一定要保证他 二十四个小时 都有人在念佛 帮助他 现在有念佛机 念佛机 可以起了一个带领的作用 大家用这个念佛机的调字 这样就整齐 但是 还是要有人在他旁边 因为要需要心力 你就开始练佛机 心力不足 要有人在旁边 若值饭时 当换班食 勿断佛声 如果吃饭 刚才说的 分三班 轮流吃饭 使病人佛号不可以断 若病人 将欲 断气 而三班同念 直至戏断以后 又伏分班 连三点钟 然后 怯气 怯气 以便 料理 安自等事 这是说他真正到了临终的时候 差不多要断气 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辛苦 在他在气 在大胆 吐气的时候 或者是 你看到他的气越来越微弱 气弱由斯 这个时候就要快三个班同时上来 人马增加,心力强 跟他一起念,念到他真正断气之后 再念三个小时 这个时候大家要发起勇猛心 最关键的时候 念了断气之后三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又变成三班 断气之后又分三班 再念三个小时 然后才可以办案子的事情 我们一般来说要求最好是念一日一夜 二十四个小时最保险 至少也要念八个小时 因为人的神色一般是八个小时才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 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闻顺欲为 既感情来看,当随念佛若干时,视为真实情爱,有益于病人 若用世间族情,即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事甚可通 甚可通 存在主事者明道理 如令人说之,免致有外面情及遗害病人 由分心而不得往生意 所以在这个临终关键时刻 如果有亲友来看病人的时候 最好是叫他一起去念佛 这个才是真实的情爱 真正想对他好,你就帮他念佛 不要做出那些很伤心的样子 影响病人的正念 这个是推人下海 所以印钢大师说,其情虽可感 这个感情在世俗来看,很真 但是他做的事情很令人相同 本来他可以往生的,但他一搞就往生不了 这个真是他冤亲寨主 所以这个主持者,主持坐廉的人 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先跟亲友说清楚 免致到时有外情面 就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祭祀 害了病人 使得他不能往生 这个第二段 教导我们如何分担助 第三 设计搬动哭入 以防吾是者 这个开始说 病人将忠之事 正是凡性人鬼分判之制 一发千军 要紧之击 所以人临终的时候 是最紧要最紧要的 他要去哪里 最紧要看他临终一念 那个是什么念呢 如果是 留乱世间 留乱世间 或者起贪亲疵的烦恼 一定是六道三童 在这一刻 临终一念是念阿弥陀佛 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凡性分判就是这一刻 是从来六道里面做凡夫呢 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做菩萨 就看临终一念 所以只可以佛号说 开祷 病 比之以神色 断断不可 洗澡 换衣 或移 寻住 这个时候最重要是 和我念佛 用这句万德鸿鸣 开祷 临终者的神色 往生到几个世界 他随着这个佛号 念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了 千万不能和他洗澡 洗身 换衣 或者搬动他 或者搬动他 就地念佛 他是什么姿势 游得他 不要动他 人被如何作恶 只可顺鼻之势 不可 骚扰 移动 这是不可以搬动他 这是不可以搬动他 甚至 他睡的床 也不可以动 一动他 他就痛苦 也不可对之生悲感上 或自寇淫 这是感情上要控制住 虽然是亲人离去 世间来说 是一个可悲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这是你自己的感情 不可以因为自己的这些小感情 而担悟 亲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事 你担悟了这个因果 不得了 本来他可以做佛的 但是你一担悟 他就做不了佛 他又来做凡夫 甚至还可能会堕三祸 经典里面 佛典故事 记载着 说 有一对夫妻很恩爱 两个都学佛 结果 那个先生先往生 因为 往生之后 留恋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子对着他哭 他生起悲感之心 舍不得 结果一念这种留恋 因为他执着妻子 就变成他妻子 鼻里面的一个虫 随着他妻子的鼻涕流下来 跌到地上 他妻子又不懂 想用脚来踩他 阿玛在旁边 有位出家人 这位出家人 已经有 神通 有天眼通 指到 这个虫就是他的先生 立即制止他 你不可以踩你这个先生 他制止客气 出家人跟他说 出家人跟他说 因为你先生 由于你的哭泣 所以留恋 生到你身上 变成了一个虫 于是跟这双虫打归衣 念阿弥陀佛 最后他 往生到刀利天上 所以 幸好有一个出家人 在旁边 如果没有的话 你看 他的先生 最后被他自己的妻子 踩死 你爱他 反而他成了一个冤家 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以此时身不由主 一动则手足身体 均受 熬折 扭裂之痛 痛则 亲身生 而佛念式 除亲身去 多多毒 多多毒类 可报之志 所以 假如他 在往生的时候 移动了他 来搬动他 他会觉得很痛苦 他的手脚身体 好像被截团一样 一痛 他就生起亲恨心 他怨恨 一怨恨 就没有念佛 他临终那一念是怨恨 亲恋 堕到哪里 堕堕 毒类 好像毒蛇 毒蜘蛛 这些狠狠的狠狠 这些狠狠的狠狠 他们的狠狠 亲恋心强 变成这些狠狠狠的狠狠 太可怕了 临终一念 最重要 他说 约见悲痛 酷吕 则情爱 心生 佛念便遂宜 除情爱心去 以致生生世世 是不得解脱情爱心 说到底是贪 贪爱 前面是亲慰 这里是贪爱 临终是贪亲私 是堕恶道 所以如果我们在祂面前喝入悲痛 祂生在情爱的心 祂捨不得你 祂念佛就终止了 祂就念你 不是念佛 随着这个情爱心 生生世世不能解脱 所以能言经常说 以这个因缘互相之间 这种前腹生生世世论言 不能解脱 莫过于一心念佛 所醉而害者莫过于妄动哭忆 若或妄动哭忆 自生亲恨 及情爱心 则欲生西方万无有一疑 所以这个时候最紧的就是和他念佛 助念的人要控制自己的悲痛 控制自己的妄动 不能解脱他 这样导致祂念佛 有保证 如果他因为我们不如法 生了亲恨心 或者情爱心 这个时候念佛就念不下去了 往生极乐世界 无法 没有办法 下面说 由人之将死 热气至上者为超声上 至上至下者为墮落上 故有 鼎盛眼天生 人心饿鬼腹 畜生失盖离 地獄脚板出 自说 这是又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也是可以信得过 他说人要死的时候 神会从哪里出去 热气在那个部位最后保存下去 如果热气从下面往上 神会从上面走 那是超声上 上到天道 甚至到世界 超声 如果是从上面向下面走 就是堕落 所以有说顶性眼天生 眼天生 这个性就是佛菩萨 即是你往生就做佛菩萨 从天顶盖走 走了之后全身冷透 好了 头上头上还有微微的瘟烟 这是证明好的相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就会有这个相 从眼睛这个地方 从眼睛这个地方 额头这样出去 这个部位最后热的 这是升天 从心出去的 心口这里热的 是人 人道 从我们的肚这个部位 这个腹部出去的 我鬼 从膝头哥出去的 这个是畜生 堕地狱的人 是从脚板低出的 印祖在这里告诫我们 果然大家自成作念 自可即下往生西方 切不可屡类探知 以致神色未来 因此或有刺激 心生发通 自不得往生 此知罪过实为无量无边 虽然有这种说法 但是我们最紧要帮祂助念的时候 自成念佛 祂只要临终一念是念佛的 那祂一定可以往生西方 这个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 所以不可以去谈试 很多人在座念的时候有一种好奇心 看看祂到底有没有往生 常常去探摩 看看祂身体哪里暖哪里冬 万一祂的神色未离开身体的时候 祂就有知觉 有知觉有刺激 祂就会有烦恼 有痛苦 刚才说 你摸祂 动祂 祂生亲离心 反而使祂不能往生 这个罪过很大 所以下面说 圆诸圆亲友 各各狠切念佛 不须探彼热气 后冷于何处 为仁子者 于此留心乃为真效 这个是印钢祖师不赞成我们去探摩 这个临终人的身体 应该就狠切念佛就可以了 不要有好奇心 有好奇心 我们念佛都不够狠切 不够真诚 抱着一种得失的心来念佛 希望我们自己念得这么辛苦 有个结果 想知道一下 这个得失的心 这个不是狠切念佛 所以不要探摩祂的热气 看看哪里最后冷的 这个也是不好的 我们尽我能力来念 帮助祂 但问根横 不问修横 只是尽心尽力去做 结果我们不去求 那就好 所以做人子的 为人而女的 在这里要注意 这个才是真效 若以世间种种族情 即是不食推亲以以下苦海 所以 唯要一般无知无色者 群伤清赞其能尽孝也 此孝与罗策女之爱正同 敬佛 敬佛 不作此语 非不近人情 若人觉于实际上讲求 必其忘者往生 存者得福 以遂孝子言孙亲爱之一片血成 不觉其言之有此激烈也 其爱亲者必能量之 这段引光大师说得很清楚 如果是随信的俗情 为了探摩 知道结果 或者用种种的世俗人的做法 不是狠切念佛 这就等于推父母落苦海 那引光大师比喻 这种所谓的孝 像罗策女说爱人一样 罗策女是识人的 他说他很爱你 其实他想识你 这个比喻就是说那些人 不是真正孝顺父母 愚法去助念的 就是愚童是这样的 他那种孝也不是真孝 下面一段说到 鼎盛眼天生等者 为人气已断 通生冷透 为头顶毒热者 则必超凡入性 了生脱死也 这个说人 气断了之后 通生冷透 从头顶神释出去 头顶还微微热 这个是他朝往生淨土 眼天生者 若眼及额颅处毒热 则生天道 所以从眼出去的生天 心处毒热则生人道 道腹毒热则生饿鬼道 所以饿鬼从肚里出去 室盖毒热则生肃生道 脚板毒热则生地狱毒 此由人在生时 所作善恶二业 至此感现如是 非可以势力假为 他往生哪一度 都是他善恶业力 感应自然得到的击果 所以是时 若病人能智诚念佛 在家眷属善有助念之力 决定可以大业往生 超发入圣意 不须尊是探是精验 以致吾是也知足之道 这个恩祖再三叮咛我们 只要我们对他 对临终人知诚念佛 他一定可以借我们的助念之力 一心念佛就可以大业往生 生平无论造作是恶业 做得多重也好 只要临终忏悔 一心念佛 也不要念那些罪 念阿弥陀佛 大业往生 一往生就超凡入圣 这就是佛菩萨 所以无需探窩身体 来得到精验 反而容易误示 大家一定要注意 知识之道 就是印祖再三叮咛 祷告 希望我们医教奉行 这篇《临终三大要》的文章 我们很简单地跟大家介绍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看破放下 信愿念佛 也有缘的时候 尽力帮助人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功德无量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 愿请大家多多批评之道 多谢 请不吝点赞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